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冰与火之战 冷战历史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幻影之舞莫斯科的美国展览会 二,涌动苏联对非洲的影响战 三,冷光下的对话冷战期间的奥运外交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幻影之舞莫斯科的美国展览会 好的,让我们一起跳进历史的迷雾 探索一个冷战时期 充满幽默感的插曲 幻影之舞也就是一九五九年 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展览会 小讲一下 一九五九年世界被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对峙所笼罩 美国和苏联在政治、军事、科技 甚至体育领域的竞争几乎无所不包 然而在这个紧张的背景下 两个国家决定举办一场文化交流活动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莫斯科的美国展览会 这场展览不仅仅是一次文化展示 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幻影之舞 美国带来了最尖端的家用电器、汽车 甚至一座充满未来感的全尺寸住宅 展示了美国的富裕和技术进步 这些展品不仅仅是商品 它们是美国向苏联乃至全世界传递的一种信息 看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力量 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副总统理查德、尼赫松 和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 在展览会上的厨房辩论 两位领导人围绕着一个展触的美式厨房 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哪个更能提高生活水平 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这场辩论充满了戏剧性 也成为了冷战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瞬间 但让我们不要被这场幻影之无所迷惑 尽管美国展览会展示了物质富裕的一面 但它也掩盖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种族不平等 贫富差距等问题 同样苏联虽然批评美国的物质主义 但无法掩盖其自身的问题 比如政治压迫和经济效率低下 最终这场幻影之无并没有改变冷战的基本态势 但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示了文化交流的力量 它让两个对立的世界有了短暂的接触和理解 即使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展览馆里的幻影之上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两个国家在展示各自的成就时 不妨想一想 这背后是不是也有一场幻影之舞正在上演 而我们作为观众既要欣赏这场舞蹈的美丽 也要透过幻影看到背后更加复杂的真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暗流涌动 苏联对非洲的影响战 好的 让我们一起搭乘时光机 回到那个充满冷战阴影 国际政治如同高校风云一般复杂多变的年代 在这个故事中 苏联就像人类的总想在学校里拉帮结派的大佬 而非洲则是那个新传学来 大家都想要拉拢的新生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 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没有销归位的影响力争夺战 而非洲大陆就成了他们较量的一个重要战场 苏联作为自诩的社会主义阵营领袖 对非洲的兴趣主要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金银财宝 而是因为非洲新兴的国家们正处在选择政治制度和国际盟友的关键时期 想象一下 苏联就像是那个在学校里四处宣扬自己理念的学生会主席 他们向非洲的牺牲们新独立的国家 派发着社会主义的宣传册 承诺提供经济援助 军事训练和政治支持 只要这些新生们愿意加入他们的社团 苏联的这种影响力扩张策略 可以说是相当成功 从埃及的纳塞尔到安哥拉的NPL 再到埃塞俄比亚的德尔哥政权 苏联都成功地拉拢了一批非洲国家 使他们成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 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胜利 更是意识形态上的扩张 但是这场影响力争夺战并非没有挑战 苏联在非洲的活动引起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强烈反应 西方国家也不该示弱 通过提供经济援助 军事支持 甚至是政变 来阻止非洲国家导向苏联 这就像是学校里的两大派系争夺新生的忠诚 场面既紧张又充满戏剧性 有趣的是苏联对非洲的影响 并非总是按照他们的计划发展 在一些情况下 苏联支持的政权或运动并没有如预期那样稳定下来 有时甚至会被更亲西方的势力所取代 这就像是以费尽心思拉拢的心声 最后却转投了对手的怀抱 让人哭笑不得 随着冷战的结束 苏联对非洲的直接影响逐渐减弱 但是那个时代留下的遗产 无论是好是坏 都深深的影响着今天的非洲 从政治制度 经济发展到国际关系 苏联的足迹 依然可以在非洲大陆的各个角落找到 总之苏联对非洲的影响战 就像是一场精彩分成的电视剧 有着复杂的角色 曲折的情节和意想不到的结局 而非洲则是那个在大国博弈中逐渐成长 找到自己道路的主角 这段历史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也让我们见证了非洲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坚韧与智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冷光下的对话 冷战期间的奥运外交 在冷战这场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大比拼中 奥运会不仅仅是运动员展示肌肉和速度的舞台 更成了超级大国展示政治肌肉和外交速度的赛场 想象一下 这不仅仅是一场跳高比赛 更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政治跳高 不只是一场马拉松 而是一场冷战马拉松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奥运会成了最热闹的战场之一 首官无关的提一提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 那一年苏联刚刚镇压了匈牙利起义 两国运动员在水球比赛中的激烈对抗 几乎变成了水下的拳击赛 这场比赛后来被称为血脱之战 可见当时的紧张气氛有多么浓厚 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更是冷战在体育领域的直接对抗 再来看台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 美国因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 而领头抵制这件奥运会 导致超过60个国家未参加 苏联回应美国的抵制 也抵制了1984年在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 这两届奥运会可以说是冷战史上最明显的体育外交事件 奥运精神在政治决定面前显得无力 但是冷战期间的奥运外交不全是对抗和抵制 1988年首尔奥运会 南北朝鲜虽然没有实现共同入场 但这届奥运会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标志着冷战结束的开始 这一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运动员们没有受到政治的阻碍 全面参与了比赛 展现了体育竞技的真正魅力 总的来说 冷战期间的奥运外交就像是一部精彩的电影 有着紧张的对抗意外的转折和最终的和解 这不仅仅是运动员之间的竞争 更是国家之间政治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 虽然有时候政治的阴影会蒙召在奥运会上 但最终体育的力量证明了它能够超越国界 成为人类共有的语言和桥梁 总结一下 这次我们一起探索了冷战时期的几个有趣故事 从莫斯科的美国展览会到苏联对非洲的影响战 再到冷战期间的奥运外交 这些故事都展示了冷战时期 超级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竞争 在这个紧张的时期 两个超级大国都试图通过展示自己的成就 来争夺全球的影响力 然而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宣传背后的幕后故事 美国展览会掩盖了美国社会存在的不平等问题 苏联对非洲的影响也并非总是成功的 而在奥运会上我们看到了政治和体育的交织 以及体育的力量超越了政治的阻碍 所以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 在国际关系中 事情往往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 背后隐藏着更加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 我们作为观众应该保持批判的眼光 不只是看到表面的光纤 还要透过幻象 看到背后更加真实的故事 现在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觉得这些故事给你带来了什么启示 或者你对冷战时期的其他故事有兴趣吗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探索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